东海艺术街在中部地区名气响亮 是台中艺术家具以及特色小店的聚集地 最近商圈为了推广诗词 是举办了诗情画意觅春风 穿街走向玩手作的活动 把文学诗词放入了店家橱窗与街景当中 除了逛街欣赏文学之美 还可以收集措张 兑换文学家杨奎或者是诗人陆寒秀的 限量诗词明信片 走在充满特色小店的东海艺术街 仔细一看你会发现有所不同 以往的异国风格现在多了点诗意氛围 手绘画板搭配文学诗词 让橱窗风景多了人文温度 为了营造更多不一样的特色 今年台中市政府都发局结合商圈店家 共同举办了诗情画意觅春风的活动 要把诗词文学带入商圈风景 这次的举办的是诗情画意密春风穿街走向玩手作 那目的是为了让民众来艺术街游玩的时候 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 不单从角落还有橱窗里面可以看到不同的诗词 所以这次我们特别跟杨奎文教协会合作 那用杨奎的文学还有陆寒秀的诗词 在街道里面用诗词版的呈现 让每个画面都变成一个很好的回忆 那一个人来旅行的时候也不会觉得是很孤单的 那是这次艺术街希望民众来这边的时候 能够多一分停留 多一分的回忆 多一分的温度 这次活动结合了艺术街商圈40个店家 进行诗词展示 店家细心挑选与自身商品相符的诗词 也根据不同的产品特色 将诗词绘版摆放在不同的陈列空间 将文学元素自然的融入到街景当中 让民众不管走到哪里都有惊喜 其实这次活动很好啊 透过文学让它更贴近我们的生活 其实艺术街很多人来这边 可能要寻找一个艺术的一个氛围 其实我们慢慢的也努力朝这个方向在前进中 那大家商家我们透过这次的活动 慢慢可能先认识杨葵的一些文字的部分 然后配合一些画面 然后重新从生活当中慢慢去体验说 艺术在生活当中是怎么样慢慢的融入我们生活 而为了鼓励民众一起来挖掘商圈的文学惊喜 到17号为止 只要收集6家以上的印章 还可以兑换限量版的诗词明信片 及限量1000份的店家优惠券 而商圈每周也将推出不同的限量诗词明信片 欢迎民众到东海寻找橱窗诗词之美 记者杨葵环台中采访报导